人家都会问我们是不是去请专业人士来做 其实都不是 这些都是我们志工所做出来的 今天的慈激环保教育站 不做导览和资源分类 而是做线上直播 就是回顾这八年走过的路程 然后同时也是感恩大家一起走这八年 原本要实体举办的感恩会 因防疫措施收紧 临时转为线上举行 这对同队来说是个挑战 但坚持的背后是希望为这所慈激环保教育站 留下最后足迹 这所位于乌兰工业区的慈激环保教育站 在今年9月30日停止运作 之后慈激环保教育站将会搬到新的地点 这个站是一步一脚印 从一个很草根的一个环保教育站 一个比较看板式的一个教育区 再加入互动性的教育区 到今天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环保教育站 很多人士很多社区组织 他们都会首选说要来这里学习 作为全岛唯一一个每周运作六天的资源分类回收定点 自2014年启用以来 这所慈激环保教育站就接待了许多对环保生活化感兴趣的政府部门 社区组织 学校 企业等团体 近几年这里也成了一些团体的培训场所 我们其实也有培育了社区的那些grassroot 他们来这边学习之后 回去自己的社区设回收点 这里的展览品都是慈激人经过多次尝试 用心制作完成的心血 他们也将会搬到新的地点 继续发挥教育民众的功能 很期待在新的一个环境 让更多的人能接触到我们持续的环保交易 环保的意识提高 大一新闻 陈雅英 蔡宝林 新加坡报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